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优势的18岁超级猩猩石江丽花子也获得了他的第五枚金牌 成为本届亚运会至今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 赛前誓言包烂参赛五金石家瑜继续对线诺言 在男子200米洋用决赛中强势夺冠 获得了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四金 24日 徐家瑜还将在一场接力赛中 冲击他的第五枚金牌 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 十六岁小将王简佳和余力兵戒包烂冠亚军 至此 王简佳可也有三军进账 新加坡名将司库林 再次以一己之力 撼动中日争霸的格局 几二十二日获得男子100米碟泳冠军后 他又将男子50米碟泳金牌收入盲中 日本队获得男子100米自由泳 女子50米挖泳和女子四乘一 100米 获合泳接力三枚金牌 游泳赛事收官前一日 中日金牌十六比十七 日本队首次领先中国 体操赛场 中国队获得两金 00号小将刘婷婷和罗欢 包揽女子高低杠金银牌 中国体操队的老大哥邓叔弟 获得男子调还金牌 在男子爱马决赛中 中国泰蛙选手李志台与15.400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夺冠 为中国台北队赢得亚运会少美体操金牌 赛艇和武术成为中国军团当月的金牌大户 连为贡献是美金牌 赛艇赛场共产生五八枚金牌 中国队在参加的七个项目上席卷六金一银 武术获得男女发达六个级别的四枚金牌 两枚银牌 中国皮华挺队也不慌多让 包揽当日激流回旋 男女单元皮挺的两枚金牌 射击赛场 中国选手李清念和白亦婷 包揽女子飞点上多项的金银牌 在上美进入决赛日的网球赛场 中国队提前收获一枚金牌 在网球女子单打半决赛中 为免冠军王强和名将张帅君 一二比零分别赞胜中国的选手梁文硕和一主战手雷娜 会失决赛 不仅为中国军团提前锁定一枚金牌 因为中国网球提前实现 乐女子单打的亚运 四连管 三大球赛场捷报平传 除了中国女排完胜韩国外 中国男女篮也双双心肌淘汰赛 中国男篮以83比60肉战胜哈萨克斯坦队 以小组第一的胜份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女篮以123比31击败中国香港队 此战圈胜挺进八桥 完